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小说中的奇异花卉 比昙花雪莲还要珍惜 每四年才盛开一次 相信有的小伙伴大概已经猜到了 没错 这便是传说存在于古墓中 确保尸体千年不符的尸香魔鱼了 尸香魔鱼原产于印尼的苏门达拉岛 这是一种热带植物 由于它在开花的时候 会散发出一种尸体腐烂的气味 因此被称为尸花 尸香魔鱼 大概是因为它的名字过于惊悚诡异的原因 因此很多传说或是影视小说里 都给这种植物赋予了各种魔力 像可以散发猎人产生幻觉的异香 神自相残杀 或是将它种在古墓 可以确保墓主人尸体千年不符等等 故事虽然精彩 但这些毕竟都是人们幻想出来的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据了解 在美国汉廷顿图书馆里 就栽种了一颗尸香魔鱼 前不久 这颗尸香魔鱼再次盛开 据上次开花 亦有四年之久 这也是它的第六次开放 由于花期只有三天的时间 因此消息传开后 图书馆瞬间 人满为患 有不少人都是千里迢迢赶来 就为了亲眼目睹 尸花盛开的样子 不过话说回来 虽然尸香魔鱼开花比较罕见 但是无论从它的外观 还是从它散发出的气味来看 都是非常恶心的 面对这样的话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